高雄市的三明區有什麼特色? 有人會說是不是鞋子產業 因為那個地區真的鞋店很多 為了證明三明區有不同的多元文化 雲政局今年特別和三明區公所 舉辦了一個幸福三太子活動 讓我們起來看一看 有美少女 還有台客 一雞大小太子壓軸演出 各式的三太子舞輪番上陣 讓三明區地方特色閒銷活動 為登場 先熱鬧 請接場 幸福三太子 9月22號到23號 上午10點到下午晚上9點 第三方公跟幸福川 一連串的幸福的活動 幸福采接 幸福闖關 幸福雙小炮 幸福風火輪 民俗技藝還有童玩 很多很多很多吃東西 大家一定要熱鬧到天來 大家一起來幸福 透過表演來預告 原來今年的三明區地方特色行銷活動 主題就選三太子 加上幸福兩個字 隱約透露地點在三鳳宮廣 登場即幸福川盤 結合周邊青草街 三鳳中街與三明街美食 呈現三明區多元文化 當然我們去年有想到三明區的鞋子 所以我們就辦鞋子的鞋子 鞋子的東西 所以今年我們還想到處理 三明區有什麼電視 結果我還想到市長也經常說 我們的幸福川 用得那麼漂亮 整理得那麼漂亮 而且是我們剛才是票選 那個名稱第一的叫幸福川 這在三明區 我們三明區又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現在到世界各地看到三太子都想到 想到高雲市對不對 高雲市裡面三太子的廟是全國最大間的 幸福三太子三明區地方特色閒銷活動 即將在這個週末六日登場 屆時將有採接 晚會和多樣小紀念品贈送 歡迎民眾踴躍 走訪參加 港東新聞我這裡王少宇採訪報導